小龙女死后 杨过娶了李莫愁为妻 后人在以天时代大显身手 尽管杨过在绝情谷谷底 找到了失踪已久的小龙女 小龙女也告诉杨过 他利用寒潭的白雨压制了体内的剧毒 但小龙女还说过一句话 那就是想事好了 然后头也不回地跟着杨过离开了绝情谷 一个想事好了 让小龙女的未来充满了变数 其次金庸也在原著里说过 小龙女体内的剧毒深入五脏六腑 就算是灵丹妙药也无力回天 可见寒潭的白雨只是暂时压制了小龙女体内的剧毒 随着小龙女跟着杨过走下华山 天真的小龙女很快又迎来了毒性发作 最终弃绝而亡 小龙女死后 杨过整日待在古墓里浑浑噩噩 犹如行尸走肉一般 一日杨过正在古墓望着石棺发呆 他突然听到了一响 只见一恶魔又熟悉的身影出现在自己眼前 杨过定睛一瞧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李莫愁 虽然过了数年之久 李莫愁仍是风韵不减当年 只见他皮肤白腻 面若桃花 尤其是一双美目 更是顾盼生严 清澈如水 让杨过不由的多看了几眼 原来李莫愁和杨过互有好感 不过二人都是心高气傲 没有表达出来 好比在加星的时候 少年杨过只是抱住了李莫愁 李莫愁就觉得浑身酥软 快美难言 在古墓的时候 20岁的杨过再次抱住了李莫愁 这一次杨过身上发出的男子气息 更是让李莫愁春心荡漾 还将李莫愁的道袍烧得稀烂 紧要关头 是杨过脱下身上的衣衫 盖在了李莫愁的郊区之上 杨过的衣衫散发着一阵又一阵的男子气息 李莫愁闻了之后 更是陶醉地闭上了美目 从此 李莫愁将杨过的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 每当寂寞之时 李莫愁都会拿出这件衣衫 一边闻一边堵物私人 如今听闻小龙女离世 李莫愁返回了古墓 将杨过当年盖在他身上的衣衫 踢在了杨过的身上 杨过吃惊地道 你 你还保留着这件衣衫 李莫愁温柔地对杨过说道 人死不能复生 你还是不要太伤心了 你更应当好好的活下去 去珍惜当下去 去珍惜眼前人 好比这件衣衫 当年曾温暖了我 如今又能温暖你 李莫愁说到动情之处 一只手将杨过的头搂进怀中 一只手则轻轻地拍打着杨过的后背 在李莫愁的安慰之下 杨过顿觉畅快了许多 杨过正要说一些感谢的话 口鼻中突然嗅到了一阵清香 这香味绝不是腌制水粉的味道 而是李莫愁身上 散发出来的阵阵优香 夹指李莫愁的怀中又软又暖 杨过竟缓缓地闭上眼睛 沉醉于其中 呼了半嗓 杨过抬起头来 双目与李莫愁 那柔情似水的眼睛相对 二人情动之处越凑越近 彼此都能听到对方 那急速粗重的呼吸之声 最后杨过终于吻到了李莫愁 那柔软又有弹性的嘴唇 看到这里 一些网友会问了 李莫愁不是命丧绝情谷的火海之中 怎么又能出现在杨过面前 在绝情谷的时候 李莫愁一边唱着那一首 问世间情为何物 一边闯进火海 试图结束自己凄惨的一生 小龙女想起师门之情 叫道师姐 快出来 但李莫愁挺立不动 竟是绝不理会 她凄惨地唱道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天南地北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遮风夹杂着一股猛烈的劲道 竟刮得众人的眼都睁不开 过了好一会儿 待狂风散去之时 只见烈火依旧熊熊烧着 火中的李莫愁早已不见踪影 想是已烧成了灰烬 众人哪里知道 这阵狂风正是杨过挥舞玄铁重剑而发 他见李莫愁为了一段感情 弄得性情大变 不由地动了侧隐之心 他当即运起内力 撤出重剑 硬生生地将火海劈成了两半 救出李莫愁之后 杨过施展古墓派的轻功 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现场 然后带着小龙女绝尘而去 另一边的李莫愁被杨过所救 更是浮想联翩 这么多年 除了陆展元之外 唯有杨过这个男子 让他再次怦然心动 至此 李莫愁隐性埋名 全案中关注着杨过的一举一动 杨过很快就和李莫愁 结为夫妻 二人生儿育女 在古墓过起了相依相微 如交似漆的逍遥生活 常言道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杨过和李莫愁成亲之事 还是传到了郭湘的耳中 郭湘当时停下了追寻杨过的脚步 在大哭一场后 愤然上了峨眉山 峨眉一脉就此横空出世 数年之后 杨过和李莫愁的后人 出现在以天时代 他在图事大会上 击败了周芷若 将五目遗书和九阴真经 交到了张无忌的手中 张无忌还想询问他的方明 他却施展轻功 飘然而去 惹得张无忌惆怅不已 此女不是别人 正是杨过和李莫愁的后人 黄山女